一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年终之际 和财团法人淮海教育基金会 共同举办寒冬送暖慈善关怀爱心公益活动 这一次在凤林镇发放了 4000台鸡优质米 1000公升的使用油和40万元的现金红包 让社会感受到来自企业的关怀和温暖 每年东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都会举办 寒冬送暖慈善关怀爱心公益活动 今年是首度来到凤林镇举办 并且发放凤林镇12个里400户弱势家庭 让大家更能够在寒冬年节之前 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我们三毫米在每年寒冬的时候 在各个乡镇都会针对 就是收入部分比较低的乡亲 我们来做一个大米、油、面粉现金的发放 刚好我们三毫米有在东部凤林这边 在这边设长 所以今年就特别 凤林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列入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 当然今年还有在台东各个地方都会做发放的一个动作 这是我们公司每年都会做的一个 一个回会这个乡亲回会社会的一个动作这样 今天我们在凤林预计是发放400份 针对那个低收、低收入户、升障 跟这一个就是周边的一些乡亲 东义企业致力于关怀社会弱势族群 此次结合着慈善团体以及政府单位的协助 期盼能够帮助困难的家庭以及弱势族群 尤其是在寒冬之中 提供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 让弱势族群能够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安心迎接新年 阿伯拿到有没有很开心 开心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